根據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在9月20日發布的聲明 在安全機構的建議下 中國聯通和中資電信企業太平洋網絡及其全資子公司ComNet 被列入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黑名單當中 FCC主席羅森旭塞爾在聲明中說 今年較早時候 FCC取消了中國聯通美國公司和PACnet在美國提供服務的授權 因為他們對美國的通訊構成了國家安全風險 現在我們正在與國家安全機構合作並採取額外的行動 將這些公司列入FCC的覆蓋名單 以關閉這些公司在美營運的大門 這個行動表明了我們整個政府為保護網絡安全和私隱所做的努力 PACnet、ComNet之前被禁止在美國提供電信服務 因為他們未能夠解決FCC的擔憂 即是中共政權在該公司內部事務中可能發揮的作用 今年3月份 FCC發現作為一家中國國有實體的子公司 這兩家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影響和管制 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服從該政權的命令 PACnet、ComNet和中共政權之間的關係 使它有可能為中共提供訪問、監測、存儲 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破壞和惑誤導美國通訊的機會 從而為中共的間諜活動及其他針對美國的有害行動提供方便 另一方面FCC在2015年1月裁定 世界第三大移動營運商中國聯通有能力監聽電話 並追蹤其用戶的位置 據稱該公司還允許中共利用其設備 通過加勒比地區的網絡監視成千上萬的美國人 作為該政權對美國人進行間諜活動的一部份